1995年 影片功夫小子闯情关的拍摄现场 接下来要拍摄的是剧中吴京 老丈人和周比利的打戏 吴京偷偷跟老丈人说 周比利腿重 带护具 没想到老头大手一挥 霸气的说道 哎呀 我不带 那周比利有多强 他曾经一脚把李连杰踢脱臼 把真子丹踢骨折 彼时的他幼稚壮年 而老头已经54岁了 剧组人员都替他捏一把汗 然而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两人对打的时候 一向打遍娱乐圈无敌手的世界拳王周比利 竟然也感到吃力 这场戏拍完 导演看到如此精彩的打都异常兴奋 为了保证每个动作的完美 导演对两位说了一句再打一遍吧 这时 吴京一回头 看到周比利正在工具包处翻户具 由此可见吴京老丈人的功夫有多强硬 其实眼前这位高手不只是吴京的老丈人 他还曾是李连杰的师父 真正的武术家 于海 1942年 于海出生于山东烟台 这个城市的特产不仅仅有苹果 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螳螂犬 于海的父亲是一名铁匠 从小他的耳边就充斥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那是父亲在隔壁打铁的声音 家境贫寒再加上战火纷飞 于海的童年生活过得十分艰苦 常常是饿一顿饱一顿 也许因为自幼营养不良 于海小时候身体格外孱弱 甚至患上过白猴病 在那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 险些危及生命 于海在鬼门关外走了一圈 最终挺了过来 弟弟妹妹却都因病早腰 家里只剩下他这个长子 这个脆弱的家庭 再也遭受不起重大的打击了 父母整日忐忑不安 于是听取别人的建议 将他送进了附近的拳管学武 技能强身健体 将来也可作为一项谋生技能 没想到一接触到螳螂拳 于海就彻底陷了进去 十二岁时 于海拜螳螂拳传人林景山为师 正式将螳螂拳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打螳螂拳需要有强大的指力 师父每天让他们用手指抓酱菜坛 然后保持着抓握的姿势扎马步 在院子里一练就是半天 其书师父给他们的都是空坛子 等到他们的臂力和指力有所提升 再往坛子里灌沙子增加重量 于海抓过最重的坛子足足有二十斤 每天练功 于海总是最认真刻苦的那一个 而且他绝不是闷头傻练 每当在练功时遇到困难 就会自己琢磨克服的方法 渐渐的于海发现 明明是同一套拳法 他练起来总是事倍功半 原来问题就出在他的扁平足上 就因为这双扁平足 他的弹跳力天生就比一般人差 所以练起来格外困难 为了加强下肢力量 于海疯狂练习深蹲 每天练到双腿酸软发散 直到他的膝关节因过度锻炼而受伤 连平的走路都变得艰难 于海才知道自己找错了方法 与其自己钻牛角尖 不如去找师父指点迷津吧 听到于海的困惑 师父望着远方默默沉思了一会儿 回答说 人家能在天上逞英雄 你就不能在地下逞好汉吗 师父的言下之意是 既然你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短板 就该利用长处去弥补缺陷 扬长臂短 于海回到宿舍仔细一琢磨 顿时感到醍醐灌顶 从此 他就开始在螳螂拳的身形上猛下功夫 某天他灵机一动 在园子里抓起一只螳螂 再拿片叶子和螳螂细耍 仔细观察他的动作 再融入到自己的拳法中去 最入迷的时候 于海曾经和上百只螳螂共处一室 差点成了别人眼里的螳螂精 于海的拳法在苦心酸严下突飞猛进 1958年 于海在武术比赛中获得夹击 随即被体育学校招收 成为一名专业的武术运动员 两年后 于海作为中国武术团的代表 和周恩来总理同行出访缅甸 年仅18岁 他就站上了中国武术界的金字塔尖 1966年 于海被任命为山东省武术队总教练 同时成为七星螳螂拳的公认传人 年轻有为的他已经成为武坛的一段传奇 年纪轻轻功成名就 24岁的于海 仿佛已完成了人生的大半目标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生活将在40岁时 发生天翻地覆般的变化 1979年 长城公司想拍摄一部武侠电影 为此专门请来经验丰富的香港导演 拍摄一段时间后却发现并不理想 制片方对这部电影极为重视 见拍摄效果不佳 便及时止损患掉了原先的陈文导演 找来内地导演张新岩接任 剧中角色原本主要由京剧演员饰演 但张新岩想拍一部原汁原味的武侠片 只有专业的武人才能打出精气神 刚接到张新岩导演的邀请 于海的心里满是担忧 拍电影是他从未想过的事 表演功夫当然不在话下 可那些台词表情 自己能拿捏得准吗 揣着坠坠不安的心 于海踏进少林寺的片场 一眼就瞧见了当时才16岁的李连杰 两人见面相视一笑 原来几年之前 他们曾代表武术团一起出访海外 在剧组见到老熟人 不安的心情顿时就削减一半 习武之人不怕苦难 即便是拍戏 于海也做好了会受伤的准备 可没想到等待他的 是一场险些送命的意外事故 由于换导演 换演员班底耗费了大量时间 少林寺拍摄时间紧张 许多前期准备都只能大幅减少 于海在影片中有大量马戏 他原先不会骑马 只跟着老师学了两个上午 就要硬着头皮上阵拍摄 没过多久 就发生了惊险一幕 于海刚骑上马就发觉速度很快 他又不知如何减速 于海发现前方有棵树挡住了去路 收将为十晚 只见马被树干半倒 他就被惯性直直甩了出去 如果不是他及时用双臂护筑头 结果就是头破血流 性命堪忧 即使如此 于海的手臂也被撞到骨折 手腕 手肘双双脱臼 被工作人员送去医院急救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可于海才休养了没多久 就回到剧组继续拍摄 每动一下都钻心刺骨的疼 可于海武打戏份都照拍不误 1982年 少林寺上映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年的电影平均票价只有一两毛 少林寺却创造了1.6亿的票房奇迹 火遍全中国 大江南北的男女老少 几乎人人都看过少林寺 在影片中扮演李连杰师傅的于海 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武打明星 少林寺如此爆红让于海始料未及 他出门逛街 去菜场买菜 都会被路人认出来 请他签名合影 很多人叫不出他的名字 而是直呼他 师傅 到了不惑之年 他的人生忽然翻开一页新篇章 一个问题时时浮现在于海的脑中 演员这条路 我应该坚持走下去吗 继少林寺大获成功 于海和李连杰又合作了少林小 南北少林等影片 如果列举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荧幕搭档 这对师徒组合必定名列前茅 拍摄南北少林的时候 于海手把手教李连杰打了一套螳螂拳 按武术界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的规矩 李连杰系里系外都是他的徒弟 只不过于海素来谦虚 不敢以武打巨星师父自居 认为自己顶多算李连杰的客师 当然 单凭一身拳脚功夫和为人谦虚 并不能让于海在影坛活跃几十年 于海最出众的优势 是他的打戏 而作为一名非科班演员 他演起文戏来 也一点都不含糊 他最红的时候 甚至演过男一号 只不过俘获相依 于海主演的这位男一号 差点毁了他的口碑 1990年 通天长老上映 于海在影坛最大的优势 就是他那一身好武艺 真功夫全权到肉 可通天长老让于海一个近身战士 成了远程法师 该片全程充斥着不成熟的特效 让于海这一身武功 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通天长老袖口轻轻一挥 一排匪徒应声倒地 通天长老 电影里都是这样玄乎奇迹的打斗场面 让很多慕名而来的观众大师所望 同时 这部戏也让于海意识到 定非所有人都能像李连杰一样 凭借一身武艺成为影视巨星 而通过影视剧弘扬武术文化 才是应该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 出道十以年近四十岁 于海饰演的角色多数都是师父长辈 演过于海徒弟的演员中 有两位成了世界文明的影视巨星 一位是李连杰 另一位是吴京 1995年 于海在功夫小子闯情关中 首次与吴京合作 此时的吴京尚无任何拍戏经验 相当于一张白纸 同为武术运动员出身的于海 常常跟他分享经验心得 如何从容地面对镜头 如何将打戏演得精彩 又不至于让对手受伤 于海在影片中有一段打戏 要对阵世界搏击冠军周比利 吴京担心两人打得太投入 结果双双受伤 于是先悄悄凑在于海耳边说 周比利腿力太重 要带护具 接着又去周比利身边说 于老师下手重 记得带护具 然而等到正式开拍 于海和周比利一个都没带护具 因为他们都抱着一份舞者的尊严 而且彼此之间都有充分的信任 跟搏击冠军队打 对于海而言都是小菜一碟 拍这部电影最大的困难 是他第一次要演感情戏 在之前的作品里 于海的角色多数是和尚 演了十几年戏 终于在《功夫小子闯情观》里 拥有了一位夫人 还是名艳大美女胡慧中 其实在这部影片里 两人并没有多少轻轻我我的戏份 唯一算得上亲密戏的 只有一段杨宠武给夫人揉脚的画面 于海入行这么久 从来没拍过和女演员有身体接触的戏 当他握起胡慧中的脚 顿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肢体都变得僵硬起来 多年以后 于海在访谈节目里回忆到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异形相惜 说完这句话 他连忙解释自己绝没有想如飞飞 只是因为他不习惯和女演员搭戏 如果真有想法 就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说出来了 于海淳朴可爱的发言 引得现场哄堂大笑 吴京坐在沙发上都笑得直不起腰 这部戏之后 吴京取代李连杰成为于海的徒弟专业户 合作塑造了许多荧幕师徒形象 1999年的电视剧版《新少林寺》里 吴京饰演了李连杰当年的《绝色绝远》 而师父的扮演者依然是于海 流水的徒弟 铁打的师父 对观众而言 见到于海饰演的师父 就品味到了一份原汁原味的情怀 从第一部《少林寺》到2021年的最新作品《少林寺》之德宝传奇 于海的演员生涯已贯穿近40年 于海在影坛属于名副其实的老前辈 但对他而言 拍戏顶多是副业 钻研和传承武术依旧是他的终身追求 2015年 有一名记者专程去于海的家中拜访 他原以为 以于海的知名度与圈内威望 他的住处即使不是别墅豪宅 肯定也是高端小区 寻着于海给的地址一路找过去 记者惊讶的目瞪口呆 他的住处和豪华 奢侈毫无关系 是一间在普通不过的山东体校职工宿舍 年过七旬的于海和妻子 热情地接待了这名记者 于海谈到 他的儿子于涛从小学习螳螂拳 以横扫各大赛冠军 完美继承一波 成为新一代螳螂拳大师 除了进组拍戏的时候 于海的工作依旧是体校教练 他时刻不忘螳螂拳传人身份 要将这份传统武艺传承下去 即使已到了退休的年龄 他也时不时要去体校转一圈 亲自言传身教 拍戏成名只是于海人生中的小插曲 生活的主题曲永远都是武术 所以他才能抵挡住娱乐圈武光十色的诱惑 经历过红遍全国 还能够淡泊名利 修心养性 于海丹的其武林宗师的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